今天在张叶市休息一天 现在扫了辆单车 准备去市中心购物 又到城门这边了 这里就属于市中心了 大家好 我是阿七 现在来到了张叶市的新会国际广场 去里面购点物 感受啥 走呗 从一楼直接干到五楼 这个物体啊 坐啊 好长啊 每一层楼都有点不一样 这是几楼了 哇这看下面确实很高 这有点 大牛蛙 它为什么不蹦出来 哇澳洲龙虾 这个可以 这是什么蟹 不知道 我也没见过 珍宝蟹 帝王蟹 不要可不是帝王蟹 那不是 夏天的第一顿小龙虾 不知道在哪里才能吃到了 买一个本地的牛奶 支持一下本地产业 买点这个排骨 三块 9块8已经 19块8 逛了一圈啊 买了肉菜 然后 调料汁 现在再买一点水果 又拿了几根香蕉 这么多不知道有没有一百块呢 结账去 结账去 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东西 消费95块钱 回来了 现在下午5点多了 吃点食物 咔你的骨头去啊 5点多 先去打瓶水吧 回来准备把菜做一做 今晚简单的煮一个清汤火锅 给大家看一下 这么多东西 花了我90多块钱啊 这些是留着明天炒菜吃的 还有这个是也是留着 包括这个是晚上吃火锅的调料 主要的晚餐就是这些 去掉鸡蛋 这么多 两斤排骨 然后这些是蔬菜 给它烫一下 牛奶一会儿给它当饮料喝了 来自北纬39度的前进牧场 刚好现在没这么太阳了 下午到6点钟了 走发 四瓶调味料 一个大炒锅 去超市没找到生抽啊 就只买到了这个凉拌汁 跟蒸汁应该差不多 给大家放到这个壶里面 这边晚上天黑的很晚 八点钟才天黑 八点多 所以现在还很早呢 这个可以用来煮面条 很方便 倒点这个汁拌一拌 满满满一壶 然后还剩了这么一点点 正好今天晚上给它吃掉 先把炉子给它弄好 然后把排骨煮一下 把这个锅都拿出来 先把这个排骨出个水 出个水 大骨头 肉挺多的 看呀这么多的 蔬菜的话一共有四样 南瓜 紫薯 山药 蘑菇 饭还没煮好 都饿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 这个牛奶 怎么怎么撕的 第一次喝这个奶 还可以 烧开了 烧开了 差不多了 高压过过来 把它洗一洗 还有很多沫子 现在零瓦了 出了一点太阳 之前太阳都被云遮住了 最后这一个大块的 放进去 先加水 加水 然后点火给它 给它加个盖 煮个十分钟应该就行了 骨头没什么难度 把这几个菜都给它弄出来 还蛮多的 先把这个蘑菇给它撕出来吧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蘑菇的 没啥复杂的 梗子去掉 有半盘蘑菇吧 有半盘蘑菇吧 然后这里还有这个南瓜山药 然后都给它弄出来 去南瓜皮 把这个芯给它去掉 直接切成片吧 直接切成片吧 就这种 现在晚上这个阳光刚好晒到我的脸上 再过一会儿应该就没了 刚刚把那个南瓜切了 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山药去一下皮 山药坏了 没坏 皮多削一点 把这个山药先给它切出来 切成厚厚的薄片 就可以了 哎呀 掉到地上 这个东西好熟 你看 好滑呀 这个山药 吃起来倒是挺好吃的 爆皮的时候和贴的时候挺麻烦 黏乎乎的 这个东西 看一下 之前都是买紫薯丸子 今天我直接买了一个紫薯 给大家切出来 先去下皮啊 这个紫薯里面是白的吗 反正我以前没有吃过紫薯 只吃过紫薯丸子 今天是第一次吃 也是第一次买 这个紫薯也给大家切成片吧 感觉跟芋头差不多 土豆一样 蔬菜已经全部切好了 这个是山药 我单独给它拿一个小盆装 然后这个是蘑菇紫薯和南瓜 现在这个已经上去了 然后刚刚煮了五分钟 这个排骨炖的真的是 什么都没有放 连盐都没有 等一下我们再加点盐进去 很完美很完美 来点盐 来点盐 我去 用手给它 控制一下 够了 刚刚用这个矿泉水瓶做了一个调料的这个杯子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 就直接倒点这个凉拌汁 如果我没炸银 没炸银的话我也这么小炸 凉拌汁 今天刚买的 嗯 好像还可以尝尝胃 先弄一块肉 这个凉拌汁还可以 本来这个肉是比较柴的 这样一炸的话就 蛮有味的 这个汤还挺清澈的 骨头应该这个肉应该也分离了吧 没炖太长时间 刚好这个干煮的这个肉很烫 然后放到这个料汁里面 就凉了 哇 你看好黏啊 再吃一个吃一个 然后把那个菜洗一下 放点菜进去 吃一点 不然它这个太满了 把这个锅洗干净了 等下就在这里面洗一下菜 这么多的话也可能吃不完 所以说我们吃多少就洗多少 放一点进去就行了 把蘿蚝可以多放一点 这个山药刚刚已经煮了几分钟了 不知道生的能不能吃 有一点点 还不煮的不够软糯 都放进去煮吧 这边海拔一千多应该不用加盖吧 能煮熟啊 太多了 爆满啊爆满啊 拿一根骨头出来 就这个吧 放在上面凉一下 太大了 粘不到啊 斜一点 还是得沾点这个汤汁啊 这个汤汁今天买的很明知啊 没事 没事 不是 我得 喝完这里不要浪费 等一再过去 你那来喝 浇一下 免得浪费 那包了出来 但是我们就 哦 你没带一下子 等上你包好 我们过去 好吧 免得浪费 好吧 太大了 吃个这个山药 就不用那个沾汤了 这把煮熟啊 非常的软糯 清香味 这也是一种药材呀 山药山药 这个南瓜可以了 直接都碎了 南瓜是甜的 刚刚吃完饭 然后把东西收了一下 这个水瓶的话 等一下还要拿到里面 今天在这里休息了一天 前两天太累了 然后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昨天晚上我看了一下 到东环的路线图啊 然后 想了半天 都没想好怎么走 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不是在张燕吗 然后我顺着这一条路 去九泉 然后到达这个起点是 东环市 然后从东环市去内蒙 但是 到这里啊 这里 这里是一个小镇 但是从这里 镇没有到这边的地方 所以的话 所以只能从东环 然后再走这条路 到九泉 再从九泉 走这个什么 寒天路 去俄基纳 这样的话 大家不要小看啊 从九泉到东环 这里有400公里 等于我要从这里走到东环 然后再从东环 又走到九泉 本来是想走 红线这个地方到过去的 但是这里没有路了 现在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在啊 没有路的话 我们也得先走着 先 骑行到东环吧 先骑到东环 然后再看嘛 到时候看 如果不想走回同路的话 就 可能需要搭个车 从东环 再搭回到九泉 然后再从九泉去内蒙了 目前我只想到这一个办法 就是为了避免走一些冤丸路啊 其他的话也就没什么了 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 明天的话也不用去买菜了 今天去那个大超市购物了 然后又买了接近100块钱的东西 又能吃两三天吧 大概 应该快的话可能都到九泉了 明天早上把东西收一收 吃点早饭 继续出发 东华月牙拳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